知乎上有人问 有哪些好习惯 坚持下去会让我们脱颖而出 其中最高赞的回答是 读书 运动 默默深耕自己 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藏着他的未来 最好的活法莫过于 迷茫时读书 焦虑时运动 独处时蓄力 迷茫时读书 毕书敏说 书不是棍棒 却会使人铿锵有力 书不是羽毛 却会使人飞翔 读书是一个人实现蜕变 自我救赎最好的方式 几天前 偶然读到自媒体人 阿智玉健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 令人感慨 因为生宝宝 没人照看 他做了全职妈妈 这一代就是五年 由于长期又于家庭琐碎的生活 与社会脱节 他开始敏感暴躁 经常跟老公吵架 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 那段时间是他 是整个家庭最迷茫煎熬的日子 后来在家人劝说下去了医院 结果诊断为抑郁症 可吃药效果并不理想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的时候 他偶然间拾起书本 一切从这一刻开始悄然改变 书仿佛一道光照进了他的生命 从一开始的读书 到后来的读书分享 一发不可收拾 现在的他不但摆脱了抑郁 还靠写作实现了财政自由 完全脱胎换骨 最后他感慨到 当你感到不开心 生活无望时 就去读书吧 书籍真的有治愈的魔力 没有谁的生活是一马平穿 迷惘困惑常常扑面而来 而读书就是一个人 此时最好的选择 有一句话说 读书能解决80%以上的迷茫 一个人陷于困境 最大的可能就是认知不足 而读书恰是拓展认知 和事业的最佳途径 要知道你经历过的 书中都经历过 你没有经历过的 书中也会提前给你铺路 哪怕书不能立即给你答案 亦能承载你的情绪 封营你的灵魂 当你深陷泥潭时 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 正如周国平说 一个人但凡有了读书的癖好 也就有了看世界的一种特别眼光 甚至有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丰富多彩世界 读书是治愈迷茫最好的良药 焦虑时运动 看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大户人家的主事老爷突然生病了 家里人便求名医皆无果 正当家里人束手无策的时候 一自称神医的人寻上门来 看了一眼便说 我有法子 但这药方我没带身上 得去对面衫上的茅屋去 不过 必须是老爷亲自徒步去 且在两株香内才有效 没办法 老爷非常不情愿地拖着身子 气喘吁吁地朝对面山顶跑去 结果 好不容易到达山顶后 汗流加倍 却发现没有什么茅屋 更合谈药 老爷气急败坏地大喊骗子 然而 带到回家时 他却发现自己身体轻松了很多 方黄物神医的用意 希腊古语说 人类最好的医生是空气 阳光和运动 在快节奏的当下 生计的重压 家世的琐碎 事业的不顺 常常让我们喘不过气 这个时候 我们越要学会放下内心的执念 出去运动 穿行于风中 奔跑在阳光中 那些困扰你的坏情绪会随之消散 令人烦恼的问题也将不要而遇 央视著名主持人白颜松在白说 一书中写道 越是累得一塌糊涂的时候 我最先想到的是跑步 原来 他因长期超负荷工作 身体一度亮起了红灯 高血压 失眠 焦虑都找上门来 后来 他把跑步当作缓解的方法 不但病愈了 还成为了运动形象大使 人这一生 最重要的就是有一副好身体 一个好心态 而这些 运动恰好都能给你 医学心理学博士 聂聪老师曾说 规律性运动 不但能提升一个人的精神面貌 而且能驱逐焦虑 改善人们的情绪 尤其在汗水的释放中 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和对生活的掌控感 运动是一个人最好的抚养 独处时蓄力 冯济才说 平庸的人用热闹填补空虚 优秀的人以独处成就自己 独处的时光里 藏着你未来的样子 1988年 一个来自江苏小县城的姑娘 考入南京大学外语系 出入大学的她 没有沉溺于跨入大学的欣喜 也没有跟其他同学一样 忙着融入各种圈子 更没有和其他女学生 一样忙着谈恋爱 一个人的时光里 她高度自律 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了学习知识 提升自己的口语水平上 光笔记就厚厚一落 每一本都记录得密密麻麻 比老师的还整齐 她的老师曾感慨到 她或许不是最优秀的 但一定是最有毅力的那一个 四年后大学毕业 她是宿舍里 唯一没有谈过恋爱的姑娘 却是当年被外交部录取中 唯一的女大学生 她就是华春莹 首位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女司长 夏日有人杖 中有句经典台词 生命中大部分时光 是属于孤独的 努力成长 是在孤独里 可以进行的最好的游戏 独处 是一个人最成熟的选择 精进自己 则是独处时最好的方式 你知道吗 蝉仙要在暗无天日的地下 折服三年 忍受着寂寞和孤独 努力汲取树根的枝叶 才能在夏天的某一个晚上 爬出地面 一飞冲天 这就是著名的金蝉定律 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 所有熠熠闪光的背后 都是默默拼命地努力 脱口秀女王奥普拉在我坚信 一书中说道 我坚信 所有那些独处的时光 对决定 我后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极为关键 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 他会记住 你的每一分付出 也不会忘记你的每一次懈怠 所以你不必努力合群 努力提升自己 比仰望别人更有意义 人生最好的时光 莫过于在与人无扰的世界里 沉淀自己 道圣和孤在活法中说 因果必报 但需要时间 不要因为一时不见效果 而焦躁 重要的是平日里 不知不倦 坚持不懈 你的每一次努力 都是在雕刻生活 你的每一次坚持 都是在塑造自己 你的自律 必将一步步化 为你脚下的铺路时 终有一天 通往你想去的地方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